這次我們選用的驍龍855 Snapdragon 855 相較於上一代的845 是完全不同的Hardware architecture 它的效能提升到45%以上 並且提升了20%的影像處理能力 我們知道專家用戶除了最在意效能之外 也就是電量 所以這次我們在這麼薄的機身內 我們塞進了安卓旗艦機最大的5000mAh的電池 就是希望用戶在體驗這些強大的效能之外 完全不用擔心電量的問題 帶給使用者快又流暢的體驗 這正是ZenUI的使命 ZenUI6進化了快速的單手操作設計 我們發現高達85%的使用者 都仰賴著他們的大拇指來操作手機 因此我們重新編排UI的Layout設計 讓使用者能輕鬆地掌握每個指令 側邊的SmartKey功能 還能透過三種不同的按壓手勢 包含了單極、雙極與長按 能夠輕鬆自如地喚醒語音助理中的功能 不只這樣 這顆SmartKey還能客製化設定為 自己最喜愛的快捷功能 例如螢幕快照、開啟手電筒 升級的Appleaflex更智慧地管理安卓系統的資源 以協助記憶體發揮其最大效能 能根據使用者開啟應用程式的頻率 以及使用習慣來學習 並確保使用者最常使用的Apps 不會被其他背景程式搶走處理的資源 一方面提升效能 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分配電力給最常使用的程式 全新的深色系統配色不僅帶來全新的感受 在燈光較暗的狀態使用時 讓眼睛不再受到強烈的刺激 就算長時間使用 也覺得非常舒適 怎麼樣把這麼多用戶最想要的功能 塞進這支手機裡面 開發團隊辛苦了整整一年 但我們終於克服了 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創造出對的產品 讓業界與消費者知道 華碩是如何超越華碩